今天很明显转量了 主要是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 包含了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的气温降低 再加上封面通过 所以有短暂震雨特别提醒了 而气象局也说明了 包含了北部东半部地区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都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而其他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恐怕一直要到下周日 东北季风减弱 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的气温 才会逐渐回升 另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下周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有热带扰动发展的迹象 而专家的预测是 这有可能有机会发展成 今年的第一个台风 珊瑚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及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